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院舞蹈系35名大学生扮演 从今年4月份开始排练 从在学校排练 后来到现场排练 从代替服装到正式服装 他们经历了很多 荣宝的衣服里边有个像吹风机一样的东西一直吹 要让衣服鼓起来 它是金属的 有的在小腿部位 有的在膝盖窝 每一次走路跳跃时都会不停拍打 但是大家都在坚持 作为荣宝扮演者既不能让别人看见自己脱下服装休息的场面 更不能在表演时露出自己的真容 力争给全世界的朋友展现最青春 最热情的成都 所有人都会记得开幕式上的荣宝 但是却很少有人会记得荣宝扮演者的名字和长相 但是同学们说能够在这样大型的舞台上表演已经是一种荣幸了 而可爱的荣宝这一称呼 却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 小心看大运 精彩分成 一网打劲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